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又到李天校快评天下市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题目是电影一步之遥的三个真相问题 快过年了,先向观众朋友拜个早年 今天我们谈一个看似轻松但是又挺有意思的话题 姜文的电影一步之遥出来以后引起了一些争论 姜文实际上自己在回答记者的时候也做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解答 姜文实际上把他自己的这个电影的整个的线索和设计的这个 做这个电影的动力呢,归纳为寻找真相四个字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部电影的三个真相问题 我觉得第一个真相问题呢,就是说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观众,包括中国人和老外 都说看不懂这部电影,是吧 我觉得中国人看不懂这部电影呢,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呢,我们知道在中共统治下 实际上是摧毁了传统文化和道德 江泽民时期尤其把黄、毒、毒发挥到极致 因此呢,中国人现在是在这个谎言下生活 你看各种媒体到处都是感官刺激 是吧,而且中共用谎言,包谎言 整个社会的道德沉沦 是吧,实际上人们呢就懒得去思考 就来快乐,就需要图个轻松娱乐 尽量的能够从这个尽快的得到一种放松 这种效果 而江文的这个一步之遥 实际上是用这种荒诞的表现主义的手法 用这种艳熟的社会现象 实际上来影射或者暗示 当今的只到这个堕落的社会现实 因此呢,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在开场白里边 他讲武大帅的这个儿子 讲到什么锅器,是吧 吃面要有锅器 什么叫锅器呢 就是你做面的时候要有他的气氛 要有这个掌烧人,是吧 要有这些其他的这个吃客在旁边 但是呢,他把所有的这个人都赶光了 街上也是空的,饭店也是空的 那就是没有锅器 还有一个里边讲到什么呢 就是洗钱 就是这个武大帅的儿子钱多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说花不了,要叫他洗钱 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也是暗示现在很多的这个社会 是吧,这个贪官啊 这些爆发户啊 是吧,钱多了用不了 是吧,这也是有含义的 另外的表现手法我觉得有点曲折 就是中国人呢,看得有点累 就不愿意去思索了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 就变成什么呢 就是一方面 自想来快快的这种娱乐效果 另外一方面呢 表达方式有曲折 而且要人们去动脑 进去思索这样的 人们就显得有点看不懂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我觉得哈 江文他 他是一个一个导演 他用的是一种戏剧化的 这种手法 里边我们可以看到有大段的读白 和对话 是吧 那么这种呢 方式呢 实际上是淡化了情节 而且在时空的这种 呃,开始结尾上 有的时候也被打乱了 这样的话呢 就使得中国观众有点不太习惯 是吧 难以接受 我觉得中国人看不懂 可能有这么两个原因 外国人看不懂 实际上也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我觉得当然了 是对中国的社会历史 对文化的这种环境 不太熟悉 第二个原因呢 是中共的统治造成的 中共我们知道 他在这个整个统治过程中 又谎言 包谎言 而且做得非常精致 你本来外国人 已经对中国的历史 社会状况 已经不太熟悉了 你现在又被他搞得 曲折复杂 谎言包装着 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是假了 当然就更难理解了 我觉得这第一个真相问题呢 就是说 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 是吧 看不懂的原因 都是跟中共的这种谎言包装 以及中共的这个 党文化的熏陶之下 要来快的娱乐效果 这个是分不开的 这是第一个真相 第二个真相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 姜文曾经在德国的 记者招待会上 是吧 有过这么一种说法 就是说 中国现代的社会 不需要被恶搞 中国本身就是最大的恶搞 全世界都搞不过他 不用恶搞 什么意思呢 很明显 当然了 就是说 中共在恶搞了 你再恶搞也搞不过他 他搞得最厉害 那你就不用恶搞了 是吧 那其实呢 我觉得恶搞呢 其实是有两方面的内容的 不是没有实质内容的 第一方面 就是中共自我恶搞 我们知道 中共做事是没有底线的 是吧 造假 欺骗 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招令 吸改 这种现象 到处都是 是吧 只要为我所用 不计其余 我们可以看到 在台上说话的话 是官眠堂皇 好话说尽 但是台下的话呢 贪腐 淫乱 是吧 这个 难道女昌 比比皆是 而且中共自己的历史 被他自己篡改了 是吧 歪曲的 到处都是 是吧 真正假假 你分不清楚 还有一幅说 一幅开国大典的这个油画 一会儿把刘少奇 拿下来了 有需要了 又把刘少奇放上去了 不断自己的土改 另外像中国 这个中共所谓的这个政绩 是吧 GDP 应该说是经济发展的 一个效果 一个结果 但是呢 在中国却不是这样的 它是什么呢 政治决定的一个结果 开会决定定下来 百分之百分之九 咱们就照这个做 最后的话就是这样了 是吧 这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有人说了一句话 就是中共的邪恶本质 就搞成了这样 这就是恶搞 我觉得说的有道理 是吧 另外一方面呢 我觉得是民众 对中共的这种恶搞 民众实际上 对中共的这种政治统治啊 是极其厌恶的 完全实际的信任 因此呢 他是要通过各种方式啊 他既不能够表示公开的反抗 但是他可以用 揶揄的 嘲笑的 讽刺的这种方式 来恶搞中共 比方说对中共的红色经典 和他所树立的英雄任务 比方说对闪闪的红星当中的 这个潘东直 是吧 对这个雷锋 杨子龙 等这些进行恶搞 这些说明什么呢 说明民众对中共的一种彻底的否定 是吧 彻底的否定 这个 因此从两方面来说 一个是中共的自我恶搞 再一个民众对中共的恶搞 这就构成了中共 目前现代这个状况下的 一种恶搞 这种形式 第三个真相问题 我觉得就是什么 姜文的一部制摇 到底是从什么 到什么的一部制摇 那我们从姜文这个影片的思路 和他的这个结构当中来看呢 有三个 第一个呢 是谎言和真相之间的一部制摇 比如说 杀人与没杀人之间一部制摇 我们看到马走日 这个主人翁啊 马走日明明是跟婉言 是吧 一块吸了毒 是吧 黄黄乎乎的 出去开了车 出了车祸 但是他没有杀人 实际上是一个车祸 但是呢 却被当时的媒体啊 就是定位为杀人 而且呢 这个两年之间 他就是想翻都翻不过来 确定他杀人 不死也得死了 是吧 那个 这个就是什么呢 这就跟现在的这个媒体啊 这个现象非常相似 是吧 这个也是一部制摇了 第二个 江文讲的这个一部制摇是什么呢 荒诞和现实的一部制摇 我们知道这个 一开场的时候 有一个眼花缭乱的 是吧 佛华艳熟的这么一个选美大会 是吧 当时还有各国来电 还有直播 这就跟中共现在的奥运会 中央的央视的直播 我觉得 之间 一部制摇 就是荒诞和现实之间一部制摇 第三个 生与死之间的一部制摇 这也是江文所要表达的 你看马走日 是吧 他可以被枪毙 但是呢 他也可以出卖灵魂 苟且偷生 怎么回事呢 按照向飞田 就是他被他救出来 那个法术界的景观 他的设计呢 就是说 演唱戏 然后呢 假的这个马走日 被枪毙 是吧 然后真的马走日 然后就可以化名为阮青山 继续活着 人家已经替他换上了戏服 他这个戏已经开始了 但是呢 马走日最后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他还有那么点良心 他不愿意这么做 最后呢 就拿起个大刀 就是砍翻了摄影机 砍翻了现场 最后呢 当然是落到一个悲剧的下场 是吧 那总的来说呢 我觉得 这三个真相 当然 都是电影本身一不自摇的真相 我觉得呢 从根本上说 根据目前中国的时局说 有两个最根本的一不自摇 第一个 就是什么 江泽民被抓捕 只剩一不自摇 第二个一不自摇 就是说 中共离解体和崩溃 仅一不自摇 好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 谢谢大家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